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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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们都以为刘胡子做大 是因为手段狠 殊不知他靠的是军师 别的土匪落草 以为聚几个人 敢拿大刀片子砍人 抢来钱粮就行 可刘胡子不是 他本身就是航武出身 参加过义和团 又识文断字 看过几页兵书 他知道上兵伐谋的道理 因此 专门请了一个落魄秀才当军师 帮他出谋划策 这个秀才姓鲁 曾经学了一些歪门邪道的本事 但赶上改朝换代 索学没用处呀 因此就摆摊算卦 混口饭吃 后来他被刘胡子发现 重金雇上山 陆秀才上山之后 大失拳脚 不负刘胡子的知欲之恩 他给刘胡子出了不少主意 帮起招兵买马 排兵布阵 使刘胡子成了远近势力 最强的一股土匪 最多的时候 三里营子山 有三四百楼落 上百条枪 俨然成了一股军阀势力 当然了 真正让陆秀才在三里营子山上立足的 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杀手锏 鬼兵 据传说 这陆秀才不仅会排兵布阵 还能调动鬼兵来作战 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落草的土匪大多没什么文化 倒是对于这些鬼神很是迷信 因此就越传越邪乎 这就让他成了远近文明的小诸葛 其实这陆秀才本是平平 只是腹内有点磨 又不甘心落草 他见刘胡子齐祸可居 就生了辅佐的心 想着有一天时来运转 天降大任 他要是也能辅佐出了一个张作霖或者西庆峰 那也算是光要门眉 此生足矣了 可是报复归报复 现实就是现实 拉兵带队伍 小打小闹还行 这眼看着手底下人多了 人吃马嚼成了难题 这光靠打劫也不够啊 三里营子山附近的地主大户都抢得差不多了 连年战乱 老百姓穷的一年胜过一年 即便都把他们杀光了 那也拿不出粮食来呀 为了解决粮草的问题 陆秀才给刘胡子出了个主意 不久前 为了与官府对抗 陆秀才在三里营子山上 布了一个风水阴阳阵 这个风水阴阳阵是陆秀才自创的 改良自诸葛孔明的八卦阵 这个阵的原理并不难 也是阴阳之道 兵者为不祥之器 属阴 陆秀才就根据三里营子山的山脉 还有河流走向 测出了山中风水走势 根据阴阳之器来进行布局 阳气盛的地方布重兵 并多阳气盛 战斗力就强 一一敌三 而在阴气盛的地方 则布上鬼兵 而这些鬼兵呢 是陆秀才吓唬人的 就是借山上聚集的大量阴气 让来返之兵阴上加阴 产生鬼打枪的幻觉 导致丧尸方向 可是就在这次布阵的过程当中 陆秀才发现 三里营子山风水眼的位置 居然是一个凸起的远古隆洞的大土堆 要是在别的地方 这种土堆很容易被看成是常年风沙流动所积累的土丘 但是在风水眼的地方 风水流动强 靠自然的力量是积不起来土堆的 有这种土堆是有八九十座大坟 三里营子山自古以来就有人活动 哪里的黑土不埋人呢 所以山里隔三差五的就能看到个坟包 大大小小的都有 有的踏陷成平地或者坑 露出尸骨 坟包之下总会埋着一些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枯骨 或是不依百姓 或是将官士族 亦或者是盗匪恶邪什么的 露秀才常常跟手下的喽啰们说 他驱动的就是这些坟里的鬼兵 那些喽啰们也就真信了 对那些坟包敬而远之 然而这风水眼上的坟则有不一般之处 风水眼是一座山上风水最佳的地方 自古以来 风水眼就是权势之人穷其一生也要寻找到的地方 葬在这风水眼之处 因则子孙后代像不尽荣华富贵 露秀才给刘胡子出主意 就是挖了这个坟 里头保不齐 会有财宝啥的 有 咱就赚了 没有 也没损失 如果真是个大人物 能从他遗体嘴里抠出个夜明珠来 也够山上的兄弟们吃上两个月的 按照露秀才掐算 挖坟要选个良辰吉日 败过祖师爷才能动手 黄道吉日在次日中午 这土丘 距离刘胡子的营宅有几里远 一路向南 在两个小山峰中间 很不易被发掘 第二天上午 露秀才带了人来到他发现的土堆旁了 山寨里的大小土匪 早就听说今日要有大买卖都来观战 里三层 外三层 伸着脖子 想看看到底能挖出什么财宝来 露秀才画定了位置 令二十来个喽啰 隔三步站一个 围成正方形 眼看着太阳渐进正午 及时已到 露秀才一声令下 喽啰们按照露秀才画的位置开始挖 不多时 土丘被移成了平地 接着又从地面向下挖 平地挖到两尺深的时候 掘出来的土竹间变成了浅红色 又往下挖了一尺左右 已经在平地上挖出一米深的坑了 这土色变得越来越红 好像是被猪砂染过一样 这个时候 坑中有了新发现 四四方方的土坑中 渐渐露出了一个乌黑的石板 露秀才赶紧跳到土坑中 仔细查看这块石板 石板的尺寸很大 做工精细 上面刻有青龙白虎图 露秀才断定 这是棺材面 顿时来了精神 叫大家加快速度 挖出财宝 回去找刘大当家的青赏 喽啰们一听 也都兴奋异常 不多时 石棺周围的深红色土就被清理走了 石棺整体被挖出来了 众人定睛这么一看 果然是一口难得一见的石棺 石棺成正方形 长宽皆在一丈有余 高三尺左右 露秀才心中喜不自胜 叫人去寨里 请了刘胡子跟几个头领前来观战 刘胡子听说 果然在这三里营子山上挖出了宝贝 心里感念上天 觉得这是天意 要成全他成就霸业 于是 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大头坑前观赏 一切都预备好了 陆秀才准备开关 他叫挖坑的人站在石棺一侧 分工用力 该推的推 该翘的翘 把石棺盖一开 几声口号喊过之后 石棺上的大石盖缓缓地被推开了 大家平住呼吸 扯着脖子往里看 一开始的时候 里面黑曲曲的 什么都看不见 直到大石盖被推开一多半 翻倒在地上之后 大家这才看清楚 石棺里的不是金灿灿的财宝 也不是达官贵人口含叶明珠 身穿金铝衣的遗体 而是一大四小 五个黑色的浑圆的圆球 五个圆球分开摆放 大的直径有两尺多 像在石棺的正中间 其余四个小的 直径不足一尺 在正方形石棺的四个角落的位置 五个乌兔兔的石球 对称摆放在正方形的石棺内 除了这五个球以外 石棺内空无一物啊 看到此清此景 坑内坑外的人都唏嘘起来了 谁也不知道这五个球是干什么用的 有的说没准这宝贝都藏在球里呢 也有人说 兴许这五个球是金字做的 大家嘀咕了一阵子 齐刷刷地把目光看向了刘胡子 等着刘胡子发话 站在坑边的刘胡子 也没看出个子丑银帽来 他冲坑内的陆秀才说 军师啊 这什么玩意 陆秀才也不敢说这是宝贝 马上应了声说 搬出来看看 又招呼坑内众人 把五个石球搬出了石棺 打算打开看看 几个胆大的土匪跳进石棺 手忙脚乱的石了石 几个球都是石头的 倒也不中 不像是石心的 小的一个人就能抱起来 大的两个人也够抬得动的 于是坑内外衣配合 五个石球就被抬出了石棺 石球拿上来之后 阳光下这么一照才看清楚 原来这五个石球的构造是一样的 不是一体的圆球 而是由上下两个半球扣在一起 中间用蜜蜡封上的 陆秀才一看 这不是石心球啊 料想球中还有物件 赶忙让人撬开石球 一个土匪头领想要抢弓 喊了一声 我来 就从小腿旁抽出小刀 慢慢的把一个小的石球给撬开了 半圆球里露出的是一团黑乎乎 很像是肉一般的东西 周围的人见了之后 啊的一声 赶紧捂了鼻子 陆秀才一看 估计是腐尸啊 心中骂了一句晦气 拿刀来回剥了一下 这玩意软糊糊的 又叫其他人 一口气把其他几个小球都给打开了 结果四个球里面都一样 都是一团黑漆漆的腐肉一般的东西 陆秀才这下子满脸铁青 这下子只剩下大球了 此时他心中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想必这次注定会颜面尽尸啊 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陆秀才还是叫人撬开了那个大球 大球打开 围着一圈的土匪们一看 顿时妈一声退后了好几步远 就连杀人如麻的刘胡子 也往后退了几步 伴随着后退的欢欢脚步 他的右手还伸向了别在腰间的枪呢 这可是遇到危险后的本能反应 所有人都看到半圆球里蜷缩了一具干瘪的尸体 而这个尸体的惊人之处在于尸身是人类的身体 但尸体的脑袋却是一个硕大的老鼠头 这老鼠头其大无比 跟人的身体比例相同 而且架接完整 看上去完全这是长出来的 不像是后来接上去的 更为吓人的是 熟脸怪物的全身是干瘪的一层皮 唯独眼睛却是活灵灵的睁着 瞪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个诡异的怪物 就算是恶贯满盈的土匪看了之后 也被吓得浑身发抖 大多数不知所措 有几个胆子大的反应过来 掏出了枪 可是手却不听使唤 有枪却端不起来 胳膊跟腿软的跟泥似的 这个时候 人群当中不知谁喊了一句 妖怪 大家这才回过神来 呼啦一声 纷纷转身就跑 可刘胡子毕竟是头领啊 再加上胆子也比较大 见大部分喽啰都跑了 骂了一句 一群耸祸 然后自己掏出枪 冲着怪物就要开枪 见刘胡子要动手 一旁吓得半死的陆秀才 赶紧拉住刘胡子抬起的胳膊 喊了一声 大当家的 不能开枪了 可陆秀才还是慢了一步 刘胡子紧绷着神经 冲着怪物就连开了三枪 眼看着子弹打到老鼠头上 可那怪物居然毫无反应 子弹像是钻进了棉花 连个痕迹都没留下 刘胡子气急败坏 再要开枪 这个时候 一声刺破耳膜的尖叫声 在山中响起 像是毒针一般 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 刘胡子顿感一阵心烦意乱 头痛于裂 陆秀才知道 发生了邪胡事 也是头晕目眩 赶紧念了几句咒语 感觉精神好些了 看着旁边的刘胡子 已经犯了一症 拽起刘胡子就跑 刘胡子这会也顾不上颜面了 带着一群人只顾逃命 狼狈地狂奔了几里地 跑回了山寨 喘云了气之后 刘胡子才勃然大怒 骂了一痛 骂够了 刘胡子揉了揉脑袋 气也笑了一些 想起那老鼠怪物 又是一阵恶心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想着这是自己的领地呀 手下又有几百弟兄 胆子也就慢慢找回来了 于是 他安排了几个头领带队 去把那石棺埋了 石丘砸了 还得把那怪物一把火烧了 这个时候 陆秀才却非要阻拦 刘胡子一了一声 问他为什么呀 陆秀才思索了一阵 他告诉刘胡子 他们挖出的熟连怪物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山痴 也就是百姓常说的施血山神 在三里营子山附近生活的百姓 都听过这样一个传说 大约八百多年前 中国东北还是辽金时代 有一个神仙从天而降 来到了三里营子山修行 不过这个神仙呢 十分恶毒 不仅不做善事修行 而且修行的时候 还需要用到人血 因此在这一带吃掉了不少人 老百姓惧怕这个神仙 心里明白 拿人血修行的 肯定不是神仙 而是妖怪 但为了免灾 还是把怪物供奉起来了 为其起名为施血山神 立庙颂德 祈求平安 痴、魅、王 两都是鬼神 而山神为痴 当年 痴游就是率领痴魅与皇帝大战 皇帝吹号角 吹出龙吟之声 这才抵抗了痴魅 这痴 就是山林中的鬼怪 可是从古至今 师妹王两只有人说过 说得神乎其神 却没有人见过 这就引发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那就是造个鬼怪出来 据说 这施血山神就是人为造出来的怪物 陆秀才当年跟着师父学法术的时候 也曾经问起过 这施血山神的事 都是一代代口传所传下来的 只是说 这施血山神极度凶恶 是半人半兽靠施血修行 关于施血山神的事 陆秀才了解的并不多 但是看见挖石棺的时候出现的红色图 他就怀疑这红色跟血有关 直到那个熟脸怪物出现之后 他联想到传说 才断定这就是施血山神 刘胡子也是读过书的人 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一听到施血山神这四个字 瞬时间瞪大了双眼 魂飞魄散的似的愣在原地没动 寻常人见到施血山神 就好似见到了阎王 更何况这刘胡子莽撞 居然还打了山神三枪呢 浪了一回 刘胡子回过神来 陆秀才也知道 刘胡子这是怕了 赶忙劝他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服个软 给那个山神送些贡品 他再做做法术 让山神也知道 刘打当家的手段厉害 两方都退步 岂不是更好吗 刘胡子嘴上硬 但心中却是害怕呀 看着陆秀才这么一说 就问陆秀才有没有把握 陆秀才说有一定的把握 只要贡品准备好就行 刘胡子说行 那就多准备一些 可这回陆秀才却说 这贡品需要大当家的亲自准备 刘胡子问到为什么呀 陆秀才说那施血山神靠人血修行 贡品也得施人血呀 刘胡子一听这话 原来是要杀兄弟们供山神呢 顿时就不干了 哼哼冷笑着说 要是送别的也就算了 拿我兄弟的命去换 那可不行 我就偏偏不信这个邪 他是山神 我刘胡子却是活颜王 山神遇到活颜王 谁生谁死 那还不一定呢 陆秀才一听 大惊失色 赶忙死圈刘胡子 不能意气用事啊 可这回刘胡子横了心 喊来了手下弟兄 让他们多带些人去烧了那个山神 可不多时 手下的喽啰大惊失色的 报告说大事不好了 那五个石丘还在 可是小石丘中的黑肉 跟大石丘中的怪物 他们全都不见了 陆秀才听说山神不见了 心里叫苦啊 知道这回闯了大祸 恐怕很难挽回 因此 他不等刘胡子吩咐 叫了两个跟随 就往挖出熟练怪物的地方跑 赶到那之后 果然见到 只剩下一座空空的石棺和石球 那怪物早就不知去向了 陆秀才围着坟 仔细搜索了两遍 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心中焦虑至极 长叹一声 待人匆匆回寨 一边走 一边琢磨计策 这个时候 寨里人心惶惶 大小土匪都聚到山寨大院里 吵吵闹闹 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山神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逃过这一劫 见陆秀才回来了 他们呼拉一下子 把他围在中间 问军师该如何是好 陆秀才探到 这是天意啊 事到如今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稍稍稳定了军心 陆秀才赶忙去找刘胡子 他告诉刘胡子说 已经想好了对策 刘胡子大喜 问道军师能有什么良策 能挽救全债数百兄弟的性命 陆秀才思虑片刻 缓缓地向刘胡子说了事情的大概 就在刚才 陆秀才在现场发现了怪物的秘密 他说这怪物是活了百年以上的蜀精 被人为地 与人的尸体缝合在一起 寄生在了人的尸体上 人的尸体虽然已死 但靠人血不断输送供养 为老鼠精修炼提供养分 只要保证人血不断 老鼠精的修炼就会持续 有朝一日修炼成就 会成为的神有了仙体 挖坟的时候 棺材周边发现的红土 就是被血液浸泡的 那口石棺一直浸泡在人血当中 陆秀才继续说 这人血供养尸体 并不是直接输入到尸体里的 而是转化成尸体所用的尸液 转化的过程靠的就是这四个小尸球 这尸球内的黑肉不是别的 正是太岁 太岁是太岁神在凡进的化身 也叫肉灵芝 长生不死 因为太岁是神物 所以才被邪人利用 被尸法囚禁在石头棺材当中 为怪物所用 现如今四个尸球被打开 四个太岁顿入土中消失了 怪物没了太岁 修行毁于一旦 只要找到这几个太岁 就能够引出怪物现身 而找到太岁的方法 便是寻星定位 有传言说 这太岁星在天上运行到哪里 就会在哪里的地上生出太岁来 因此只需要寻到太岁星 此时此刻的运行位置 就可以抓到太岁了 看陆秀才说得胸有成竹 刘胡子心中稍微安了一些 当下安排兄弟们 听从军事调前 排兵布阵 抓太岁 又补山神 陆秀才得了令之后 当即挑了山寨的兄弟 分成了四组 每组八十一人 安排好之后 陆秀才又带着数十人 来到挖出石棺的大坑边 在这里坐镇 按照他的想法是 只要太岁已出现 逃跑的熟连怪物 也会感应到 回来这里继续修行 安排妥当之后 天色渐满 三里影子山 渐渐陷入了一片昏黄 静谧的山林里 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和诡异 陆秀才紧张地握着手中的七星剑 这七星剑是由活人的腿骨做成 上香七颗人的顶魂骨 是陆秀才的师父传给他的 很有辟邪党灾的灵性 只要太岁星已现身 他将七星剑 插入三里影子山的风水岩 寻找太岁的阵就开始运行了 这阵一运行 阴阳之气与风水岩感应互通 就可以把太岁引到这里来 天色越来越暗 天上的星星若隐若现 树林里的缠声此起彼伏 陆秀才剑时间一到 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七星剑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影忽然从大坟旁的树林里窜了出来 陆秀才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就感觉胳膊一阵生疼 手中的七星剑被甩出了大坑之外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3 2 1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陆秀才大吃一惊 以为熟练怪物现身了 赶忙呼唤身旁的人救命 可是刚要张口 却赫然发现来的黑影不是怪物 而是刘胡子 刘胡子带着几个人 从旁边树林里跳了出来 扔飞镖打掉了陆秀才手中的剑 见刘胡子来了 陆秀才忙让他躲避 此时正在做法捉妖 极其危险 可刘胡子听了之后 轻描淡写地说 我兄弟有难 我不能不出手啊 陆秀才一听 赶忙说道 哎呀 太感谢了 请大当家的放心 此次三里营子山 一定能捉住这个山神 度过此次劫难的 陆秀才说的话 刘胡子没有声 反倒是看着远处黑洞洞的树林 和更远处阴森森的天 叹了口气 说陆军师啊 你还以为 我不懂这训天阵吗 训天阵三个字一出 陆秀才的脑袋嗡的响了一声 浑身的血液涌到了天灵盖 站在大坑里险些跌倒 问道什么训天阵呢 刘胡子叫人取来陆秀才甩出的七星剑 拿在手中摆弄了一阵 又扔在里旁 他冲着陆秀才说 陆军师 如果你这七星剑插下去 我这几百弟兄 今晚怕是一个活口都不剩了吧 陆秀才诧异地说 大当家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胡子说 你这是想拿我们几百兄弟们的血 来记这个树链怪物 没等陆秀才答话 刘胡子指着陆秀才接着说 胎虽不假 怪物也是真 但是 你让我那几百个兄弟站的四个位置 跟棺材里的四个小石球的方向完全相同 那几个方向也是这个阵的连环阵 你这箭要是落下去 训天阵里的阴气就流动起来了 我那几百兄弟就成了训脏品 血液会被吸干 顺着阴气汇聚到这石棺周围 陆秀才听刘胡子这么说 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冤屈 赶忙跪地磕头 口中连喊冤枉 并称自己一心跟随大当家的创始业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绝无二心 又跟兄弟们出生入死 怎么可能去害兄弟们呢 此心日月可见 刘胡子听了之后 冷笑着说 陆军师啊 你养书脸怪物 为的是训天 你的天到底是谁 按照刘胡子所说 训天阵是一个修仙的阵法 靠引导阴阳之气循环 在空间上形成金字塔形状的祭祀阵 全阵共有十二个方向 每个方向上有一座山 每座山上又都有一个同样的山神 训天阵的最底层是普通人 用血祭太岁 太岁靠运送师叶 祭山神 山神靠精气来祭上一层的神 三里营子山 只是训天阵的一个方向上的祭太而已 至少应该还有十一座山 跟三里营子山分布在不同方向 十二座山上祭祀最上层的神 如果上层的神还不是最顶层 那么就会在祭祀更上一个层次的神 尚无止境 神仙无止境 最高则是天 而奠定神仙成仙路径的 却是最下层的人 所以这个邪恶的无休止的大阵 才被叫做训天阵 训天阵真正恐怖之处在于 通过一套阵法 把人和神联系到了一起 也在另一围空间当中 依靠阴阳之气 把人祭祀给了天 而所谓的天 也有可能是一个凡人 刘胡子的这些弟兄 就是被拉来做最底层的殉葬品 来祭天了 话说到这 陆秀才知道 事情已经败露了 恼羞成怒 唯有跟刘胡子伙 拼着一条路可走 他刚一动身 早有几个土匪裸裸扑了过去 把陆秀才结结实实地按住了 刘胡子勃然大怒 他说自己对陆秀才不薄 自打陆秀才上山之后 就唯以重任 以兄弟相待 可是万万没想到 陆秀才如此狠毒 居然对山寨的几百个兄弟 下死手啊 原来陆秀才虽然只是秀才 可他心中却有鸿骨之质 事逢乱世 每当看到军阀首领 都有取而代之的渴望 可心中有志 却用错了地方 他跟师父学了一些阴阳法术 有无意中听说了这群天阵的事 心中就想出了歪点子 他按照传说中的地点去找 还真在三里营子山找了 训天阵的十二地阵之一 证实了传说的存在 于是他又不断地寻找其他的山 目的就是要驾驭着训天阵 靠山神汇集各方土匪 为手下信徒壮大队伍 成就一方霸业 在三里营子山 陆秀才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眼看着刘胡子的队伍越来越大 他在山上的威信越来越高 他计划靠山神做事 把传言做事 让刘胡子手下的土匪成为自己的心中 到时候一呼百应 众山头齐聚 三里营子山其大事可成疑 可没想到那熟脸山神一现身 胆大的刘胡子不但没信服 居然还要跟山神硬碰硬 熟脸怪物消失 他的全盘大计就要落空了 无奈之下 陆秀才只能拿这些兄弟们的命找回怪物 他拨的阵 是找太岁的阵 也是找怪物的阵 陆秀才交代了这些 疑惑地问刘胡子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计谋的 刘胡子鄙夷地看了一眼陆秀才 哈哈大笑 说自古文人物国 果不其然呢 他笑陆秀才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只知道这讯天真 却不知道这讯天真的真正用途 刘胡子刚要往下说的时候 这回谁也没注意 一道黑影冲人群飞了过来 仔细看去 这飞来的黑影似乎就是那老鼠怪物啊 刘胡子一转身 那怪物就朝着陆秀才奔了过去 只听到一声哀鸣 怪物扑在了陆秀才身上 陆秀才连挣扎都没来得及 一瞬间像是血液被抽干了一样 脸色白得如纸一般 精气全无 刘胡子马上走上前去 看着陆秀才说陆军师 你当真是聪明绝顶啊 这讯天真本就是修仙所设的阵法 却被你用来举兵谋反 尚有一口气在的陆秀才 缓缓睁开眼 眼前的刘胡子正在看着他 表情似笑不笑 陆秀才大悟啊 勉强抬起手指着刘胡子 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原来 原来你是故意对怪物开枪的 你才是想要成仙的山神 陆秀才死了之后 刘胡子随即叫人把他焚烧了 又叫人把墓中挖出的五个石球安装好 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填平了这座大坟 从那以后 刘胡子还是刘胡子 三里影子山还是那座山 施血山神的事情 山寨里的人都知道 却有谁都说不清 据说那怪物又回到坟里修行了 时间久了 人们都说 这刘胡子就是那施血山神 附近的家家户户 又都拜起了山神刘胡子 而刘胡子的队伍越来越大 施力遍布了几座山 辉煌一时啊 在东北有北有座山雕 乃有山神军的说法 这山神军就是刘胡子的队伍 建国前后 刘胡子跟其他所有土匪一样 被围剿在三里影子山上 刘胡子知道大难将至 选了十二个亲戚 委托后世刘胡子 告诉他们 除了三里影子山 还有十一座山 他让这十二个亲戚 吩咐十二座山 并立下都市 世世代代守护着十二座山 此后 三里影子山的土匪被剿灭 但刘胡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 在大兴安岭山的一座山峰上 曾经见到过刘胡子 而这大兴安岭的山峰 就在那十二座山的中心位置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